镜中的火焰退去了 那个威严的身影也渐渐消失在黑暗中 但邓肯船长向自己展示的那个神秘符号仍旧清晰地留在脑海里 莫里斯离开杂物间 看了一眼正在熟睡的妻子 便来到窗口下的写字台前 她拿出纸笔 借着窗外清冷的夜色灰光 趁着记忆还十分清晰 将那个神秘古怪的符号描绘了下来 随后 这位博文广致的老学者便皱着眉头看着纸上的图案陷入了短暂的思索 就连能通过真理学院最严苛考试的学者 在看到这个符号的时候也是一头雾水 唯有一点他能肯定 这东西绝不是任何一座城邦 教会或官方组织使用过的标记 也不符合神秘学象征中的符文规范 按照船长的说法 这是几个在一百年前造访过失相好的苦修者身上所携带的灰迹 而他现在突然对这灰迹产生了兴趣 作为船长的眷属 莫里斯并不打算窥探船长的秘密 但他对那几个神秘的苦修者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是什么样的人 会携带这样古怪的护服 而且能在一百年后的今天突然引起邓肯船长的关注 思索两久之后 莫里斯轻轻输了口气 将那张纸妥善折好 收进了写字台的抽屉里并仔细上锁 他准备等明天太阳升起之后再去书房里翻阅一下关于古代城邦和密社组织的典籍 智慧之神虽然赐予了自己信徒卓越的记忆力 但再好的记忆力也有出漏洞的时候 说不定自己的藏书里就有关于这个符号的记录呢 如果自己的藏书里找不到线索的话 那就去城邦的几个大图书馆以及上城区大学的档案库里调查一下 自己虽然已经离开大学岗位多年 但当初的人脉和影响力还在 借阅一些珍贵点集还是不成问题的 如果整个普兰德都找不到这方面的记录 那就只能写信发电报给伦萨等地的老朋友们了 有几个在历史和神秘学领域颇有研究的老伙计兴许能帮上忙 哪怕他们帮不上忙 他们背后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能帮上忙 不管怎样 这是船长交代给自己的第一个任务 他赐下了死而复生的奇迹 如今自己终于有机会能帮上点忙了 莫里斯心中默默这么盘算着 因失眠而烦躁的心绪也不知不觉完全平静下来 他仿佛又找到了当初刚刚进入学府时那种旺盛的 对于某个目标满怀斗志的感觉 而随着这斗志一同涌上来的 还有久违的困意 提瑞安已经在床上辗转反侧了好几个小时 仍然毫无困意 他已经记不清自己有多少年不曾这样严重失眠过了 作为海物舰队的指挥官 作为海物号的舰长 他向来有着强大的自制力和良好的作息 入睡和醒来都能做到如机器一般精准受控 除了今天 各种各样的念头和画面不断在他脑海中起起伏伏 中间夹杂着无数泛黄而又琐碎的记忆 镜中浮现的火焰 因欲威严的父亲曾经纳搜在欢呼和赞誉中起航的探险船 从亚空间中返航的剑影 甚至还有在寒霜近海和诗香号的那场遭遇战 以及寒霜女王在前渊计划启动之初对自己说过的话 深海之下有恐怖之物 但深海之下也一定有一切的答案 提瑞安翻身从床上坐了起来 他看向不远处的墙壁 那面原本挂在墙上的镜子已经被摘了下来 现在仍然静静的倒扣在旁边桌上 墙壁上则留下了一个颜色略浅的椭圆形痕迹 安置水晶球和透镜组的提箱放在床尾 重新上好了锁 房间其他地方带有镜子或光滑镜面的地方也都用布照了起来 但那些照在镜子上的白布反而让房间显得愈发阴森诡异 在世界之创清冷的灰光下 这房间宛若幽魂聚集之地 不过提瑞安并不怕什么幽灵 他有一船的火死人水手 有一艘受诅咒的火体战舰 还有好几个常年会冒出古怪惊悚幻象的秘密基地 和他那位父亲比起来 幽灵可算不得什么可怕的东西 在安静阴森的房间中来回夺步了几分钟后 提瑞安的目光落在床尾的手提箱上 略作犹豫 他拿起了那箱子 破利已经飞回船上报平安去了 作为船长 他又不好跑去隔壁房间叫醒部下陪自己打牌姐们 不如看看陆克雷西亚在干什么 说不定对方和自己一样也在受失眠之苦 扭亮电灯 将箱子放在桌上 开启箱盖 被复杂透镜组合弧形连接 并包围起来的水晶球呈现在眼前 提瑞安伸出手 但还没等他启动透镜 那装置便嗡嗡鸣响起来 其中心的水晶球也被迅速点亮了 不过片刻功夫 陆克雷西亚的身影便出现在水晶球中 身穿纱裙 黑发披肩 气质神秘的海中女巫 此刻却戴着一脸疲惫之色看着自己的胸掌 哥哥 我失眠了 失眠了可以找你的人偶们姐们 或者去做你的魔法实验 提瑞安板着脸 物质严肃 我正在制定海物舰队后续的发展计划 但你的头发乱的就像在枕头上翻滚了四个小时 陆克雷西亚淡淡说道 这是制定发展计划时的新姿势 提瑞安沉默了几秒钟 一脸疲惫 有治疗失眠的好建议吗 发挥你作为女巫的聪明才智 算了 当我没问 兄妹两个陷入片刻的尴尬沉默 随后又各自闲聊了几句 但都有意无意的回避着什么关键 不过渐渐的话题还是不可避免的开始向着某个方向靠拢 双引号 我刚才对陆妮做了些许改动 陆克雷西亚说道 我加强了她的关节保护 又在存放灵魂的球体旁边增加了注存剩油的小容器和防护符纹 你觉得这能阻挡父亲下一次通过尼路对你的联系 不能 但或许能让陆妮下一次不要直接卡死 陆克雷西亚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 她其实也对上一次的卡死心有余计 刚才我们还对此认真交流了一番 提瑞安有些好奇 交流 你和你的人偶交流什么了 他劝我别紧张 我劝他想开点 提瑞安 他们之间再一次沉默下来 但这一次并没有沉默多久 提瑞安便突然说道 其实我刚才在考虑一件事 在考虑什么 还记得父亲今天最后说的话吗 提瑞安慢慢说道 他说他找到了路尼的姐妹尼路 而且提到那个人偶始终没被人卖掉 陆克雷西亚眼神微微变了一下 你的意思是 这说明那间店还在 你还记得那间人偶商店在什么位置吗 提瑞安表情严肃起来 我只记得他就在普兰德城内 路克雷西亚微微皱眉陷入了回忆 提瑞安则继续慢慢说道 如果父亲真的是从那间人偶商店里买走了尼路 那这就透露出了一个很关键的信息 他在普兰德遭遇历史污染之前 就已经用某种方式踏上这座城邦 甚至正大光明的在这里活动 你有想过这是父亲故意透露给我们的线索吗 陆克雷西亚突然说道 如今你想到了这些 但或许这就是父亲故意想让你去调查的 提瑞安沉默了几秒钟才开口 我考虑过这个可能性 但即便如此 你也知道我不会放过这个线索 双引号 我只依稀记得那间店的位置 陆克雷西亚说道 应该是在上城区边缘 靠近南部下城区的某个路口附近 店主是一位精灵女士 一个世纪前的时候见到她 感觉年纪就很大了 但考虑到精灵的寿命 现在那间店的主人应该还是她 提瑞安轻轻点了点头 将陆克雷西亚提供的情报默默记下 海上稍微起了些风浪 诗香号在风浪中微微摇晃着船体 邓肯坐在航海桌前 有些无聊的研究着面前迷雾盘踞的海图 她那巨位于普兰德城邦的躯体已经睡下了 但这巨位于诗香号上的本体却几乎不怎么需要休息 如此一来 夜行期间变成了一段颇为无聊的时间 尤其是夜晚不宜阅读 海上也不宜阅读的双重限制 她还不能把在普兰德买到的消遣书本带到这边解闷 这种无聊感就更甚 毕竟 她总不能天天把探索这艘船当成个乐子 诗香号再大 探索起来也是有尽头的 我都有点想四处灵界行走敲玻璃 把凡娜 提瑞安他们都招呼起来打牌了 无聊中 邓肯叹了口气 抬起眼皮看着山羊头 凡娜那边不好说 提瑞安今天晚上多半是睡不着的 您要真这么做 她明天晚上也会失眠的 山羊头立刻说道 不过坦白说 您的这个想法真的很有吸引力 具备十足的惊悚效果和娱乐作用 您打算先敲水的 我就这么一说 邓肯瞥了这山羊头一眼 目光又一次扫过海图 但突然间 她好像又想起什么 猛然抬起头来 距离日出还有多久 双引号 还有三小时 山羊头大致估算了一下 如果她今天准时升起的话 这山羊头一眼 都能够起来 我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这个 温度予或是 玉米开 我对这山羊头一眼 我对这山羊头一眼